到现在在外面干了一辈子了 人家打工的都有房子住 我到现在还住了一间出入屋黑的 一进屋都开灯 你心里不知道有什么想法 不知道你心里惭愧过 你在外面是吧 潇洒 感觉自卑你知道吗 老公在外国开场 我住了黑出入屋里边 邻居我都感觉人家都在指点我 你老公要是振奋的话 要是顾家的话 你怎么在这里住啊 都有人说嘛 买房呢 老家有房 小区里边买了有一套 将近300平方的 他想在广东再买一套房 资金这个钱都在他手上 随便的 他愿意买的随便都可以去买 钱都是你在支配 在我卡上都是你支配 买房 什么时间买房都不愿意让买 不愿意让买 钱在你手上 你愿意 我有没有时间去看房 你愿意看了 你想中的 我也不说不要你买 所以你是觉得他现在提的要求也好 他表现出来的状态 都是在你看来是完全没必要的 是吗 是 那接下来这个场子 你是下定决心要干 是吗 对 什么时候要去签合同了 9号 你没法阻止都不阻止了 就想着说不给这样子千财了 天天千长挂肚的想到他在外面怎么了 我在家里天天天想 我感觉这样的日子太难熬了 他让我没有安全感我们就搞开了 不想在这种日子度过了 我很痛苦 你是指离婚的意思吗 对 那么他说这么着就这么着 我是要坚持要去 既然是那个 有这么为难的话 就没所谓都对于他的 之前也受你牙齿多少年了 我现在年龄到这样 我自己想自由 我也想和自己活一下 你就是想自由 是 我把握你什么了 你不做那些事情 我把握你什么了 王先生刚才说 这么多年都在他的压制之下过生活 这是你的感受 对 所以现在是在追求梦想 还是追求自由 都有吧 遇到自己的意愿 想想去做事 不管妻子如何反对 哪怕以离婚相逼 王先生依然不改初衷 坚持追求梦想和自由 我就是想为自己而活 显然他的决定 伤了妻子李女士的心 此刻的夫妻俩 仿佛站在事业和婚姻的天平两端 故不退让 都希望对方能倾向自己 做出妥协 如何打破这种僵局 事业和婚姻 真的只能二选一吗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节 本栏目由豪氏首席特约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始料做好面包 每日坚果 每日营养 一瓶搞定 金牌调节指定健康饮品 均摇六种坚果 我们节目继续 两位好 我谈一下我的看法 这南方啊 到了这个年纪啊 还有去外国创业的这种 历利和决心勇气 非常难得 可能你在你的内心中 多少有点意气用事 觉得过去管太炎 现在我面临一个机会 我就想去吃这一把 婚姻法规定很清楚 你们夫妻 对于你们婚类 基因的财产 视为共同财产 夫妻对共同财产 具有平等的处分权 如果不是因为日常的生活行为 做出的重大决定权 都应当有两个人 协商一致 共同决定 如果一方违背另外一方意志 擅自做出处分 共同财产行为 另外一方有权主张 这个行为是无效的 也就是说 你再把你们的共同收入 继续去拿去到外国 做重大投资的时候 都必须征得你妻子的 协商和同意的 你一个人是 不能擅自做这么大决定的 试想一下 如果你过几年签了个合同 你其实找个律师 发个律师函过去 说这个行为没进行同意的 他擅自决定的 那产品都难看 当然你妻子不会这么做 他绝对不会跟你这么难看 他只有眼泪往下流 我们除了明白自己有哪些 理想 志向之外 我们也要理解 我们能在这个社会中 有婚姻的规则 有社会的规则 有法律的约束 我首先跟王先生这边说一下 看得出来是一个 在事业方面非常有进取心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的男人 但是我想提醒你的是 就是你在为你的事业梦想 去拼搏去努力的时候 不应该 以牺牲你妻子 对生活的梦想 为代价 李女士一直说 她没有安全感 一个方面是什么呢 就是 她对你的这种管理 不再有效了 第二个安全感是什么呢 没有一个真正 可以让她落下来脚 有自己一个栖息空间的家 其实有点不太敢相信的事情 就是说你们这么几十年来 还没有买房 你的妻子 在你在国外去打拼 或者说在一些休闲场所 去花钱的时候 她依然在一个 就用她的话讲 暗无天日的出租屋里边 成家立业 她一定不是一个空话 尤其在中国的这个思想当中 一个房子 对家的这个概念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在这里强烈的建议 你们应该买一个房子 然后另外一个呢 我要非常纠正你的一个观点 不是你的妻子要和你离婚 是因为你没有办法 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你对她的生活也不够关心 所以她不想再对你牵肠挂肚了 你很多事情伤了她的心 所以她才说 那算了 干脆一拍二两散吧 这一点我要纠正你 给她探索你 你明天到大人家 就知道我 给你我回到你的 天营 中文字幕 李宗盛